近日這條影片在網上不停流傳 先播一播,十幾秒 什麼都不聽聲,我在這裡說 這裡有一個人 找個水喉的寫一個在地上坐在那裡的 磨膠可歸的女人,她寫一個女士 寫完之後就叫一個女士 她離開那裡,不要在那裡 她不是這間巴巴多斯的老闆 她是隔離的老闆,在另外那邊 但她走到這裡,要趕走一個無家可歸者 這個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三藩市 三藩市無家可歸者的問題非常嚴重 在這裏下面有人說 她是做一些義工 就是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幫助這些人的地方 說這些人不肯接受幫忙 我的評語就是 因為這些人在街上無家可歸 肯定需要幫忙 如何幫忙 如果你提供服務 不適合他們的話 他沒有其實服務 譬如有些叫shelter 讓你去那裡過夜的 但只是過夜 一到時到後 日後要趕所有人出去 一樣是無家可歸 問題不是臨時被一個地方睡一睡 這些人除了無家可歸者 還有其他一大村的問題 貧窮、疾病、精神、吸毒等等等等 這樣賺水淋她 趕她去另一個地方 有沒有解決問題? 這個 這個 現在被人查到 她絕對不是現在看到這間公司的 和有關 所以這間公司已經有個告示出來 Barbados 就說 這個不關我事 我們絕對沒有這麼做 對這個行為 我們都覺得非常非人道 這個人 後來接受了人來訪問 在這裏解釋她做的事 在這裏已經長年累月了 他們不肯走 這裏有人做了一些調查 然後發現她是隔離一個藝術館 即是賣畫之類的老闆 現在這個藝術館已經是會 permanently closed 就會永遠關閉 現在他們播放這個影片 我們不會再看 所以我們在美國這些問題 政府是找不到任何答案 這樣的政治體制 這個情況 沒什麼好夠 真是 唉